我剛有叫他放鬆 我知道 我要用我的大腦 叫我的喉嚨放鬆 不是唱歌本來就用大腦袋 唱歌 唱歌本來就用腦袋 我叫個腦妹 我是腦妹 Rabby行不行絕對有問題 大家好 我是Rabby 嗨 我是Apo 好的 我們這一次的企劃音樂唱歌篇呢 已經來到最後一集了 但是我突然回頭看了一下 我們前面所學的 發現好像沒有特別在教音準這件事情耶 我先講一下 因為其實啦 我自己去學唱歌 學到現在 其實我的老師也沒有教過我音準 真的嗎 老師沒有特別說 來你給我 你這個音給我發出來 他們有跟我說你音不準 但他們不會教你 哦 只會跟你說你這個音不對 對 但是有可能 因為我只有上過兩三個歌唱老師 所以他們可能剛好就是沒有教我音準 因為我相信市面上很多音樂老師 還是有教學生音準的 可是通常那種音樂老師 假設你去那種音樂科系 本科系出身 或是一些合唱團 他們教你音準的方式 就是給你譜 嗯 無限譜 然後給你那個 給你看到那個音 哪是什麼音之後 用鋼琴彈 然後彈什麼音 你唱什麼音 然後讓你把這個音記住 欸 那一開始你應該會抓 會抓不到嗎 如果是學音準的話 一開始你一定抓不到啊 就是他如果譬如說他彈一個都 然後你就唱 你就唱到你跟那個音階一樣為止 喔 就老師就一直按一直按 你就是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就對了 對 他就會一直按 D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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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一直唱 我按一下你唱 你按一下你唱就一直唱 所以其實這蠻嚴厲的耶 因為如果真的認真要標的話 因為你要從最低音的Dó呢 一路唱上去嗎 沒有 就是你的 譬如說你的旋律 你一下的旋律 然後我就彈 每個內音集的夏天 然後你就發現 那個寧靜的寧 我覺得那個音我就一直很不拍 一直要一直按 然後你就一直唱 唱完這個音 喔 準了 然後接下來下的那個 寧靜的那個 就是下一個音 再繼續按 那個就唱 應該是分兩種 如果今天是合唱團的話 他就會很認真地唱 很認真要丟 對 可是今天如果是唱流行歌的話 我們就是會教你一些 唱歌的聲音的使用 可能會彌補一下那些音準 然後或者說自己來 對 就會跟學生講說 你要去學樂器 或是你要多聽 因為其實唱歌很大一部分是 很多聽 喔 對 你要聽他怎麼唱 然後你要怎麼唱出那個東西 所以就會跟學生說你要加油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跟你說 不然你就是一個禮拜來三天 然後我們好好練習 但是我也必須這樣說 我剛剛原本講說 哇 像音樂老師很練才耶 因為通常這種就是 音樂班老師應該都算一個小時的 課程或一次就包 什麼兩個小時這樣子 對啊 如果他一直給我兜兜兜 我會生氣耶 那 那就學生要加油啊 如果今天他唱得很準的話 他就不用這樣丟啊 對對對 就是變成 我原來音樂老師其實也蠻佛心的 就是讓你自己去學這一塊 那我也不是賺你這個錢 應該是說那是唱歌老師啊 就是唱流行歌老師 如果今天是一般的那種 樂理老師的話 那也沒辦法 好啦 大家知道 以後為人父母的時候 小孩要學哪一課 流行樂可能比較神經一點 沒有啦沒有啦 難說喔 流行樂也挖錢了 流行樂也挖錢囉 你現在要學鋼琴啊 要學吉他什麼 那個也是很大錢 然後還要做音樂啊 那些戲台的這杯啊 NONO好像也是不得了耶 就小朋友如果要學音樂的話 就跟他講說OK 如果要就是以後靠音樂吃飯的話 就要考慮一下 所以我現在來驗熟啦 驗熟一下 看你唱得怎麼樣 好 但是因為我實在找不到我的藍牙 所以就還是用手機來取代一下 就是音樂的這部分了 好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請大家試試看嘴巴張大一點 然後喉嚨放鬆一點 好 就是這邊上面放鬆 身體也放鬆 好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對 對 不要放鬆一點 吃了也睡了 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裡面 寧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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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中 天空中繁星點點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那是個寧靜的夏天 你來到寧靜的那一天 吃了也睡了 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裡面 寧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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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nice -我要該怎麼辦? -有比較好嗎? 我覺得整體來說發聲的位置真的是會比較好 然後唱到後面你很耳朵飛自我 -對啊,我的最後一個音對不對? -就是從那個 -對啊,我覺得這句很不可以 -就從那一段開始往後面,全部都直接飛走了 -前面還有抓住一點 -對,前面有抓住 -你自己聽是不是有?就是從第一集到後面 -我都快流淚了 -前面是不是有抓很多的? -我感覺好勵志喔 -好勵志嗎? -對對對 -只是那個後面那邊就是 -就是他的bridge那邊就是跟那時歌那一段到後面 -你就是自己在家裡練的時候 -甚至就是等一下我們就直接 -一個一個對,一個一個對 -你就是一直重複唱那一句 -然後我們就一直去練那一句 -對,這也跟我覺得 -我有進步,但是就唯獨這一句 -我實在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這首歌其實都是一樣的旋律啊 -對 -就那兩句是不一樣的 -就是那兩句 -知道嗎? -好 -我們要一個一個對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 -就像過了兩天嘛 -之後你要還在大家面前唱歌 -你就放輕鬆 -主要真的是放輕鬆 -你要想你就是 -因為我那天不會在 -然後你就是 -在上台之前你就必須全身放鬆 -好 -你必須先放鬆 -要軟軟的 -你才可以就是表現得很好 -就平常心啊 -應該是這樣平常心 -不然你很緊張的話 -你就會變成像第一集那樣 -對 -好 -我們有進步 -但是就那兩句 -不會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差兩句而已 -差兩句 -就知道了吧 -還有一個解決方法 -好 -差兩句 -現在先 -雕嗎 -對阿對阿我們雕一下 -好好好 -雕一下雕一下 -好先這樣 -我們放輕鬆 -好好好放輕鬆 -好 -我們吃吃看 -那是個 -寧靜的 -夏天 -你還是要聽我的鋼琴 -好好好 -被發現我沒有在聽那個 -還是要聽我的 -還是要聽我的音 -聽鋼琴好難 -我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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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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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個 -寧靜的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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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夏 -夏 -天 -嗯 -夏 -夏 -我調音錯了很難喔 -對好難喔 -那個天到底去哪 -好難 -真的 -很難 -我覺得今天這個可以直接剪一集啦 -我們就直接不用驗錯了 -那個驗錯的時候直接剪第五集 -好像也是有道理 -對啊 -就不用剪在一起了 -我覺得我們驗錯你就直接去KTV開個包廂 -這樣把它自己唱就好了 -哈哈哈 -前面還說不用掉音準的後來發現好像不行 -可以掉一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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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個 -靈靜的 -有嗎 -有 剛剛有 -剛剛有 -就記得 -寧靜的時候就要清 -有 我剛剛有叫他放鬆 -我知道 -我要用我的大腦 -叫我的喉嚨放鬆 -不是 唱歌本來就用大腦袋 -唱歌 -唱歌本來就用腦袋 -唱歌本來就用腦袋 -我這個腦妹 -我是腦妹 -唱歌本來就用腦袋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我多少要丟 -我以前就會覺得唱歌就很大的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老師這麼大聲講話 -對啊 -老師就爆發出來了 -老師想我 -反正之後最後一堂課了 -之後也不會再見面了 -欸說傻的還是會好不好 -那一天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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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記住他 -老師到了今天 -露出來非常開心的笑容 -記住他 -就是這個啦 -不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好難 -欸我是不是該把剛剛那歷史性的一個記下來 -我才會記得 -好 -這一段先單獨剪給我 -好可以可以 -對 -就是這樣 -好 -那 -再經過一小段的時間 -原本想說7149天但有點太不爛了 -對 -那經過一小段時間 -因為 -呃 -剛剛在唱的過程呢 -前面都還抓得住 -這首歌 -但到了 -兩句的時候就發現後面有點自我放棄了 -所以蘋果特別在叼我那兩句 -然後剛剛其實前面大家也有聽到啦 -就是那兩句 -偶爾抓得住 -偶爾抓不到 -那 -可以感覺出來 -他有在我那個 -音準的排列裡面 -就你一直不知道他在哪 -對 -我真的抓不到他欸 -我要馬在上面 -馬在下面 -他就在那個中間指 -你知道他就是這樣 -欸欸來找我啊 -你一直看不到他 -我一直看不到他 -他到底在哪裡 -他到底在哪裡 -那我都給你 -接下來就靠你 -對 -因為畢竟後面的話 -就是蘋果不在嘛 -那我想聽一下蘋果 -你覺得就是這幾集下來 -的一些感想或一些總結 -我聽得出來已經有進步 -對很棒 -這方面有進步很棒 -但只是覺得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時間有點不夠 -你說如果我真的拉在再長一點的話 -對對對 -就是如果可以很多東西可以吸掉的話 -它會進步的更明顯 -但是已經聽得出來 -應該還有進步了 -已經聽得出來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他原本 -第一集的那個 -第一 -欸已經是那個了 -不是 -第一集的歌聲 -那是那個了 -第一集的那個 -對 -其實真的進步很多 -真的再一次感謝蘋果 -因為 -真的是 -因為唱歌一直以來是我一個看 -但是我又覺得我好像可以唱 -又好像不能唱 -所以才做了這次的企劃 -那也很感謝蘋果 -真的是抽了空 -來教我唱歌這件事情 -好險 -雖然說我姿勢不是非常的強 -但是有進步就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對 -繼續加油 -好 -沒問題 -老師的鼓勵 -老師的加油 -我都會銘記在心的 -希望我 -嗯 -那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就是這一次的企劃 -是對於我這個唱歌白痴的一個企劃啦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不要忘記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好掰掰 -還有蘋果的頻道喔 -還有蘋果的頻道喔 -對訂閱我的頻道 -好的 -大家掰掰 -記得到普其搜尋 -RABY7721 -瑞比列車長 -也歡迎大家追隨和訂閱 -訂閱者可以進入LINE群組一起玩唷 -好嗎